这两个人啊 如果单独看都不能理解 那把你们俩放一块 就理解了 你好吃懒做啊 想坐享其成啊 他投其所好啊 取其所需啊 所以说你们是各自 这就一个交易嘛 你们谈什么家庭 你口口声声地说 啊 你这应该给我 你应该给我 然后你坏你坏你真坏 最后其实呢 你只喜欢他一点点 你喜欢他哪一点呢 就是现在还肯把钱给你 不是 怎么不是呢 就因为他其他的吧 就除了聊暧昧一些的吧 哦 除了聊暧昧 请问你上一段感情 为什么失败 平常的话就是对我 还是有仇病一样 还是挺好的 对啊 就投其所好嘛 你不就好这个吗 最原则的事情 你视而不见 你这只要我过得舒服就行了 你把自己看扁了 就别说别人看不起你 你的腰真的不行吗 你站在这里 有一段时间了 怎么不行呢 不能久站 不能久坐 不能久堂 请问你还能干什么 你自己都不看不起自己 他能看得起你吗 他当然会在酒店里头 不接你电话呀 他当然会如此之漠视你呀 而且你说的 有太没有感情了 我觉得一点善良之心都没有 他至少还是把钱都给过你 对不对 你呢 对于他最至亲的 八岁的儿子 居然如此之冷漠 居然说你的房子 加上我的名我才能去工作 拜托 你工作是你自己的事啊 要人家房子干什么 你要的到吗 男生 你不容易 但是你最不容易的就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聊着暧昧 给人刷着礼物 你心里惦记到底是什么 你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对不起你前妻 你肯定做对不起她的事 而你心里其实装的最深的 最爱的那个女人 是你的前妻 而不是这个女人 你要真有什么错 你就去认 你要真想做什么事情 你就去跟以前的那段感情 去说清楚 好好琢磨琢磨吧 就这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